自身一人张琪出道至今已六十年 经典歌曲《我一见你就笑》 情人乔仍深植人心 年轻时由歌唱比赛冠军出道 当时亚军则是宝岛歌王谢雷 两人合唱傻瓜与野丫头一炮而红 成为那年代最受瞩目的荧幕情侣 张琪身世坎坷 一出生就被领养 她的前半生可谓是十分坎坷 张琪一出生就被送给了当时无子女的养父张文伟 不料养父染上毒瘾 使得家庭变成一瓶如洗 养父生性好毒 家境陷入困顿 张琪长期遭受父亲暴力对待 小时候宁愿睡车站也不愿回家 唯一庆幸的是 养母将张琪视如己出 竭力保护张琪 张琪回忆过去 有次半夜差点被养父偷卖到风化区 幸好养母激进发泄 冲到厨房拿菜刀要拼命 才让养父下的作罢 所以为了贴补家用 小小年纪就帮忙卖臭豆腐 挑鸡份 甚至洗圣母院的圣袍洗到手指便行 弟弟妹妹出生后 张琪开始被养父疏远 甚至拳脚相加 养母不忍张琪被毒打 带着张琪打算跳河轻生 还好被弟弟妹妹发现 后来养父因为赌博输光家产 将张琪以新台第四千元的价格 卖给非法组织 还好养母立足而幸免 虽然年幼时她历经坎坷 但是却仍能积极乐观充满正能量 实属不易 谈到当年沸沸扬扬的歌谈迎木琴与谢雷时 张琪还松口透露当年与谢雷连洗饼都谈好了 张琪爆料当时谢雷四字有去家里说没 双方家人都相当喜欢对方 但爱与两人肩上都背有父亲赌债的重担 不敢有儿女私情 当时两人决定一心冲刺事业 最后恋情不了了之 她感慨相遇的时机点不对 但豁然地说道年轻快乐过 张琪还表示从过世母亲床底找到一支铁盒 里面放满她与谢雷的合照 以及谢雷个人的大头照 可见母亲一心希望两人修成正果 张琪淡出荧光幕后 便投身于公益活动 不仅成立洗肾补助基金 还为诗志并友举办公益演唱会 张琪分享 有次演唱会竟让半年不开口的诗志并友说话了 但那句话却是 你怎么没嫁给谢雷 让张琪哭笑不得 张琪无奈回应 当初没嫁给谢雷对她来说留下多大的创伤呢 自身一人张琪和谢雷常以荧幕请与身份现身 前不久两人再度现身公益活动 张琪透露因为膝盖半月板磨断及膝关节 痛了一年多后终于决定开刀治疗 张琪表示 因为半月板磨断 不止难以行走 连晚上睡觉只要动到就会痛醒 但因为需要奔走公益 她决定双脚同时动刀 医生一开始说一个月就要回诊一次 但因为我到处跑 左边的膝盖恢复得比较慢 直到后来还从膝盖里抽出100cc的血水 谢雷也表示 两人已经40年没合作了 今年推出新专辑时 也有可能找张琪再度合作 张琪听报后大方答应 张琪的巅峰七世女谢雷合唱了傻瓜与野丫头 而歌迷也一直认为两人私下也处于热恋 然而在此期间张琪却爆发倒嗓危机 于是张琪减少曝光 1968年更被媒体一侧与崔小平通匪案有牵连 张琪倒嗓期间 谢雷曾认真考虑与张琪假戏斟作成为夫妻 但张琪应在1969年与六十北投邻居 国小同学的哥哥杨靖晨 而然起爱苗并结婚 杨靖晨随同张琪回台湾工作 杨靖晨回到台湾 却正逢电影夜不景气 曾经整整两年没有电影可拍 假计全靠张琪维持 两人也因吵架摩擦健身分歧 1978年5月 杨靖晨与张琪协议离婚 但因共予有一对儿女 所以不过几个月后又再度结婚 但在婚后不久 又因大吵二度离婚 直到1986年 由子女居中牵线 两人再次同居 四年后张琪再嫁给杨靖晨契金 张琪与副导演杨靖晨二度离婚三度结婚 提到在婚话题时 她笑说我没有换人面 被一旁同样再婚的张秀清亏好无聊 她则淡淡地说人都有惯性 1989年张琪被南山人寿一位保险员相中 于是以本名张友群加入南山人寿 转职投身保险业 仅用三年 张琪及从周遭有人不被看好的艺人中年转行 成为年薪薪台币数百万元的欧经理 张琪幼时由张琪父母领养 虽无血缘关系 但两人情同姊妹 张琪甚至说比亲姊妹还亲 据报道 姊妹俩出道超过四十年 但已将近四十年未在荧幕上同台演唱 张琪1964年出道 走红后领着妹妹张琪进入演艺圈 但当时家中负债累累 两人都相当节省 张琪形容自己喝杯咖啡会用掉店家一整罐奶精 当奶粉再喝 让店家老板下歪 只要看到他光顾都会先把奶精挖一半出来 张琪更挖苦谢雷 张琪当年也是省钱一哥 连五毛钱车资都要跟他计较 一句明天给我让张琪记忆犹新 张琪则谈起刚出道时的省钱蜜招 当年去面摊吃面时 为了增加饱足感 会加入大量的免费酸菜 张琪爆料妹妹是整罐吃完 张琪还表示 张琪九岁时因为尿毒送医 出现瞳孔放大且脱缸的状况 一生要妈妈直接去准备棺材 救活了可能脑袋也坏了 妈妈跪在急诊室三小时 痛哭拜托医生救活妹妹 更说就算变成白痴我都要 张琪难忘当时有善心人士捐助六千元医药费 加上输血成功 才让妹妹逐渐康复 姊妹俩回忆此事 当场哽咽落泪 更感谢妈妈的养育之温 另外张琪也提到六十八岁的弟弟前两年也因疫情离世 让他感叹生命无常 我一直觉得 这个演唱会是我向大家告别 万一哪天怎么了 先告别总是措手不及好 歌手出道的张琪近年投身公益活动 一线少上节目而曾入围金中奖最佳女主角的张琪虽已六十六岁 但仍活跃于八点档戏剧 如近年收拾高居不下的老仔生 甘味人生等等 演技令人印象深刻 姊妹俩出道超过四十年 却已将近三十六年位在荧幕上同台演唱 主持人少大伦问是否有吵架 张琪赶紧解释是两人各自在歌谈 戏剧圈太过忙碌 才会导致无法同框 77岁的张琪前两年施打莫德纳疫苗 四天后开始发烧 手心长出红斑 紧急赶往荣总急诊后 检查出是绿过性炮诊病毒引起的毛细血管发炎 共住院治疗十四天 回想起昏睡在病床上 差点连命都丢了 张琪形容我感觉灵魂出窍了 我一直喊回来回来 索性鬼门关前走一回 捡回一命 张琪说她老公打完疫苗后发烧了两天 所以自己发烧时 她吃颗普拿疼心想忍一下就好了 直到发烧四天才去急诊 当时她手心双腿都长出红斑 老公好意搀扶她 她却痛到大喊你不要碰我 因为碰触到身体就像被刀割一样疼痛 住院期间她一连高烧八天受进健康 她甚至祈求菩萨让我睡着走 不要病痛 如果觉得我还有价值 就让我康复 她在感染科 心脏科 皮肤科医师会诊后 逐渐康复 除了感谢医疗团队 切而不舍抓出细菌 给予治疗 也决定说出自身经历 呼吁大众要小心 在身体状态好的情况下去打疫苗 她表示 之前看了很多人施打AZ促势的新闻 内心焦虑恐慌 起料自己打莫德纳后也出现症状 我没有针对莫德纳 也愿意施打第二剂 但决定还打 等身体状况的时候再打 张琦出院后更加珍惜守护自己的健康 也马上投入公益 她是兰迪儿童之家终身志工 金赴台中南门福伦社参加分享会 感谢福伦社捐赠交通车给兰迪的孩子 她笑说 自己这条命真的是捡回来的 更要回馈社会 现在我不拼自己 拼孩子的未来 最近的张琦以从事公益事业为主 偶尔因演一届老友邀约 或宣传慈善募款才上电视 而曾入围金中奖最佳女主角的张琦 虽已71岁 但仍活跃于八点档戏剧 如近年收拾高居不下的炮仔声 甘味人声等等 演技令人印象深刻 姊妹俩出道超过40年 却透露已将近36年 未在荧幕上同台演唱 主持人少大伦问是否有吵架 张琦赶紧解释是两人各自在歌坛 戏剧圈太过盲目 才会导致无法同框 幼时张琦由张琦父母所领养 虽无血缘关系 但两人情同姊妹 张琦甚至说比亲姊妹还亲 姊妹间的真挚情感令人动容 对于张琦来说 虽然曾经存在很多遗憾 但是她却很满足 因为从歌后到保险 专员到终身志愿者 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她都全力以赴 她不断地学习 使自己的生命更有重量 更有价值 努力地把生活的忙碌 变成了一种快乐 祝愿她们姐妹二人 能事事顺心 身体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